家庭暴力不仅在普通家庭中时常出现,在明星的爆料中也会时常被提及。 台湾女星王宇杰就是其中一位,作为是当年少时当家花旦逍遥的女儿,她曾主演《雪天使》,备受欢迎,虽然也演过不少角色,但是始终不温不火。 近期,在节目中她自曝了童年阴影,称小时候被爸爸暴打,从早上六点一直到晚上,一共被打了十二个小时,不仅自己受到爸爸的虐待,妈妈也没有逃过家庭暴力。 她回忆起小时候,爸爸经常和妈妈吵架,一吵架他们就动手。 当时,妈妈因为害怕,常常拉着她一起睡,但是还是会遭到爸爸的毒手。 王宇杰称,每每在睡梦中,都会感受到妈妈被爸爸打得惨叫,也看到了妈妈被打的场景,当妈妈摇着她,向她发出求救的时候,她却选择装睡。 王宇杰表示,不是自己不帮助妈妈,而是因为当时年纪太小,看到这样的场景,不知道该怎么办,很是害怕,所以就假装睡过去。 据悉,王宇杰妈妈,在红极一时的时候和爸爸相恋,并嫁到了印尼,却不知道爸爸之前,其实已经有两段婚姻,而妈妈是第三任老婆。 后来的王宇杰和妈妈相依为命,直到有一天重新见到了爸爸,才发现,当年世家家庭暴力的爸爸已经老了,而王宇杰也选择了放下过去。 一如商界,有富二代一样,在演艺圈中也有为人所熟知的新二代,只是要想成为艺人,自身必然是要有一些真本事的,并不是说新爸或新妈来推一把,就能走得一帆风顺。 今天要介绍的,新二代王宇杰,继承了妈妈的高颜值,漂亮又有气质,长大之后,也女成母业,进入演艺圈打拼。 在事业之外,王宇杰也收获了自己的爱情,如今已经和会计师男友吻交十年,堪称演艺圈的典范。 相处宛如老夫老妻,他也感谢对方体谅自己的演艺工作,永远当自己的头号粉丝。 他认定男友是对的人,还甜蜜大赞男友的三大优点,包括男友很理解演艺工作,在他忙的时候不抱怨分担家事,花时间陪他家人等。 而最吸引他的一点,就是善良。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,他去彰化救援狗狗,男友当天也陪着他去到彰化,还帮他一起去捡流浪狗。 因为男友是圈外人,所以不喜曝光,而王宇杰也尊重他的想法,他觉得两人相爱不一定要有那张纸证明,彼此也不一定要绑住对方。 据媒体报道,王宇杰对于公开疗传室还相当大方,他认为是很健康的事,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,会有些活动,这些很正常。 采访时更坦言和男友昨天刚忙完,完全不扭捏。 被问到已经交往八年了,有没有打算结婚? 他则表示双方家长并没给压力,并说,如果有小孩可以结婚,但没有的话,这样继续下去也很好。 由于自己想要小孩,所以两人也没再做避孕措施,但目前他们尚未准备好,自己也有向男友释放暂时还没想嫁的讯息,一切还是顺其自然。 还说,在一起开心就好,若有小孩一定会结婚,但好多朋友都离婚,加上他是善变的双子座,哪天突然结了也不一定。 说到他的事业,出生于1981年5月27日的王宇杰,本名吕嘉玲,曾以一名宇杰成为女子团体七朵花成员之一。 其实,乍一听到王宇杰这个名字,相信很多人都非常陌生。 而事实上,他不但是一名演员,还是一名级模特,演员,主持人,制片人于一身的多七亿人。 他的家庭背景也非常好,爸爸是印尼富商,妈妈则是著名演员。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幸福的新二代,但事实上,他的家庭生活并不美满。 他的妈妈名叫逍遥,是著名演员,曾经评鉴,倾国倾城,一炮而红。 他饰演的真妃曾让很多人魂牵梦绕,但自古美人多坎坷,他的情路非常不顺。 虽然嫁给了印尼富商,但丈夫却对他一点也不好。 逍遥想要离婚却遭到了丈夫的拒绝和百般纠缠,所以王宇杰从小就生活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。 更过分的是,爸爸连生活费也不给妈妈。 为了不让妈妈那么辛苦,他变得非常懂事,随后更是放弃学业,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开始赚钱养家糊口。 王宇杰也透露,小时候一直生活在爸爸的暴力之下。 在他的印象中,父亲不经常回家,每次回来,对妈妈都是非打击骂,那时候妈妈经常拉着他一起睡觉。 有时候他睡到半夜会被哭闹声吵醒,亲眼看到妈妈被暴揍的场面,如此暴力的场面,令他难以接受,更不知所措。 后来半夜再听到妈妈的哭声,都不敢睁开眼睛,只能装睡。 而和妈妈从印尼逃离到台湾后,刚开始,还因完全看不懂中文吃尽苦头,直到慢慢在戏剧中有了精彩表现。 过去十几年都没回到故乡的他,直到父亲不幸离癌,才愿意回家并原谅父亲。 当年从印尼来台湾发展后,王宇杰凭着清新自然的气质进入演艺圈,从2014年开始街拍本土剧。 不过却因长期熬夜,日夜颠倒的关系,免疫力大幅降低,造成大姨妈不顺,生理期三个月来两次,甚至长达半年都没有。 而且他因为向往拥有大胸部,选择购买不知名的药物,希望能达到丰胸的效果。 结果不仅照杯没升级,还长了磕肿瘤。 为此,他急忙去挂号看诊,偏偏他选择的医院是教育医院。 医生在为他触摸看诊时,旁边站有一排实习医生,这极度不舒服的经验,让他对内诊产生极大阴影,内心非常排斥。 后来,过了几年,他患到宝妈推荐的妇产科看医生,医生检查到他的子宫里面有不知名的肿块,建议他要持续追踪,他却拿接了新戏当借口,装作没事,继续拍戏。 过了两年,逼不得已再去检查时,子宫内的肿瘤从五公分变成了十公分,必须立刻动手术摘除,而王宇杰的左边卵巢更是整个拿掉,也导致他比一般人难怀孕。 他坦言,开刀后,生理期经常大量见红,甚至量多到必须穿成人纸尿裤,更透露在座见解,发现子宫又长出1.5公分肌瘤,虽不影响受孕,但医生建议要生要赶快生。 此外,他还在节目上分享,因为有了惨痛的经验,也提醒大家,一定要定期检查,勇于面对。 近来,事业出色的王宇杰,演出了多部八点档戏剧,其中在《女力报道男人纸布》里饰演《香梅》,大学毕业就跟男友结婚,没想到婚后惨遭被判。 他也说,倘若是自己遇到这情况,也会纠结,但因为妈妈逍遥告诫他,就算走入婚姻,也要有自己的一番事业,靠自己生活。 念及此他还说妈妈很可怜,为了小孩,家庭,曾舍弃很多东西。 感情上的他,也曾遇到男友偷吃被他抓包的经历,他却笑喊人都会犯错,会给对方一次机会,但仅此而已,要看严重性到哪,要看自己愿不愿意再继续。 随后也说信任度很重要,要重新接纳就是相信,如果会影响,那就要分手,不然这种感情会很不健康。 他讲得果断,但话锋一转,又笑说自己不敢提分手,说只要对方还爱他,就会很努力相信对方,还直呼自己没被骗前是一个奇迹。 当被问到遇到外遇有勇气追查吗?时,他表示不会去怪女生,跟小三吵架一点意义都没有,完全是跟另一半的问题,况且骂小三也不会让老公更爱自己。 还自曝,曾经遇到一个男性,对方知道他有男友,但觉得没关系,只说男友不在的时候,自己可以陪他,他则当场回复自己是很认真交往的那种,没有再玩。 此外,他坦言因这次出演憋屈正宫,更不想结婚了。 从夜多年,王宇杰也交下不少好友,陈志强便是其中一个,因为王宇杰是演艺圈出了名的荣誉,受到惊吓,所以陈志强也交下不少好友,陈志强便是其中一个,因为王宇杰是演艺圈出了名的荣誉,受到惊吓, 王宇杰对于吓他,也是乐此不疲,没想到,最近他又出招,结果王宇杰一个反应,却让他吃了苦头。 王宇杰曾在网络上晒出一段影片,其中陈志强想找他合照,但其实是在录影,在倒数的时候,出声吓他。 没想到他,不但没有被吓得花容失色,反而是在过于激烈的反应之下,下意识往陈志强的脸上挥了一巴掌,让陈志强痛得转身趴在墙上大笑。 而王宇杰先是被自己的反应吓到,随后又翻了白眼,让众人瞬间笑翻,还写下,这样可以算报仇成功吧。 小心以后我握拳扣下去,还调侃陈志强是现实报,没想到陈志强调皮回,为了让你平衡一下心理障碍,看出来我有多用心设计这个桥段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